披上金黃外衣的排骨 放進高溫油鍋 不只表皮炸得酥脆 中間的肉厚而扎實 不只如此 還有香噴噴的炸雞腿 刷上特製毒門醬汁 砍成一絕 每到平日中午 總能吸引大批上班族光顧 只是近期大火缺發現 店面外頭多了這張公告 台北上班族要哭哭了 口袋名單在簡易 可以看到這間 有台北四大夢幻排骨 支撐的排骨飯店呢 貼出了這個頂讓公告 宣布要熄燈了 兩張公告讓逃客好不捨 一張說明老闆和老闆娘 因為年紀大了 要進場維修 因此29號到下個月3號電修 另一張則寫下頂讓兩字 根據了解老排骨飯店 正面臨嚴重的缺工問題 儘管多次登報中裁 還是沒有結果 加上老闆年紀大 身體負荷不了 二代也不願意接手 才忍痛有了熄燈的念頭 他人手大部分大概都是這樣三四個 都是年紀比較偏大的 大概一等大概等半小時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內用的客人 經過就要來吃 一個禮拜可能會吃個兩三次 是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算是 他的排骨賣也最好 他的醬有一個酸淡雅的味道 有一點點微酸然後比較開胃 吃不到就一點點遺憾 排骨飯老店創立於1980年 圍在新一區的精華地段 周邊有許多上班大樓 因此常被上班族大排長龍 雖然即將要跟大家道別 但店家也透露 還是希望有人能來傳承 讓這40年的好味道 繼續在街頭飄香 您希望你覺得隨身檯報道 我得到 這次請問 並認為無法 huzz 我們很好的